聯賽盃的英格蘭聯賽盃 十六強 昨天最後一場 可以說是由兩支近年鬥得難分難解的英超球隊 正面對碰 就是晚成 主場迎戰利物浦 這場球雙方的戰方都頗激烈 頗精彩 快打快 而且好像毫無保留 老實說以為是熱身賽 好像毫無保留 挺開放的 球迷來說是最好的 起碼是好看的 晚成 首先在開球 10分鐘到1 不足10分鐘 已經憑著迪布尼傳給夏蘭達 夏蘭達放進去近門一射 總高尾斯一步 領先1比0先開記錄 但是20分鐘左右 領先鋪華爾顏色 占士米娜傳給法比奧卡華露 法比奧卡華露 入達錦區 一射射回軟處 雖然球沒力 但有角度 收死了這場球擔任正選的 曼城門將奧迪加 在尾袋中進入 1比1 追成平手 上半場踢成1比1 下半場呢 到曼城就 再來了 下半場的開球不足1分鐘左右 不知幾十秒而已 就給了這個 洛迪一個長傳入禁區 馬列斯首先控得很漂亮 第一次觸動很好 這傢伙可以說他一向浪費了大問題 第一次觸動很好 一控控下來 叫食屋左腳 劏射入網 2比1 再到超前 只不過呢 頂這個肺 領先了不足1分鐘 又到尼尼普又懷疑顏色了 尼尼普這個球也很漂亮 在後場猜上來的球做得很漂亮 紐尼斯快放在右腦 快放拿破迪 押入禁區 傳回中間 奧迪加又不知做甚麼 那狗跑出來 撲又不是 又失去了位置 也不知做甚麼 在中間的沙拿射入空門 2比2 尼尼普就追和了 去到58分鐘 一次角球攻勢 曼城開個短角球 迪布尼在大位 輾轉間和彭馬仔 幾下 傳給彭馬仔 彭馬仔回回給他 接著 迪布尼在大位 傾角位的左邊 右腳踹個球 給遠處的尼多奈基 頂入 3比2 再到超前 接著尼尼普就無以為計 紐尼斯亦都 浪費了 單刀亦都不進入 最終 曼城 3比2 贏了這場球 3比2 主場贏了 尼尼普 衛免失敗 這支去屆的 聯賽會冠軍 衛免失敗 十六強出局 曼城入了八強 曼城入八強 將會有八強的對手 將會作客修咸頓 剛剛踢完這場球就馬上抽籤 將會對修咸頓 好了 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呼籲大家入隊朋友 麻煩訂閱這條Youtube channel 幫忙分享出去 未來世界杯過後 英超 又開的時間 當然會繼續開Live 英超也會繼續開Live 每個weekend都有 周中看看時間和狀態 但weekend一定有 希望大家繼續有聲音直播 希望大家訂閱了 繼續進來一齊看球 聊聊波競 出水 分享出去 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記得追蹤 Patrick 樂远路的IG 好了 這場球 其實這場球雙方的陣容 都派了 雖然 都有些主力的 特別是世界杯有份出的主力 但是很大部份 你預計 都會有很大部份都是B隊 所謂B隊一起來也不是說什麼 即是後備一副選 你說曼城的正選陣容 有幾個是世界杯要踢世界杯 回來都會立即出的 亞簡治 納泊迪 尼多亞基 迪布尼、諾迪、根肅 這些 這六個是世界杯 有份踢世界杯回來的 就現在出了 你阿浦相對少一點 因為你阿浦本身是少人踢世界杯 你阿浦整個正選陣容 只有紐尼斯 是踢世界杯而已 軒隊 法賓奴全部在後備 所以對於你阿浦來說 影響沒有那麼大 即是曼城 即是曼城後備也有 科頓、史東斯 基里薯、貝劉斯華、 賈瑟露、基爾獲加等等 這些真的是 踢世界杯回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陣容來說 曼城是完整一點 所以 你看看 當然他也會出一些一隊的 但問題是右閘也用了詹士米娜 中堅沒有出雲特卡 雲特卡繼續休息一下 用了祖爾·瑪迪普 還有祖爾·祖爾·瑪迪斯 路門也用了基里香 中場用了 泰亞高 巴錫迪 和哈菲亞尼諾 前面是沙蘭 紐尼斯和法比爾卡華露 這場球 踢下去 這樣說 有些事情就不要說什麼 有些朋友就立即看到 你又輸了 是不是衰落的 鮮少 不要這樣說 不要因為一場球就這樣說 一來他的陣容不算完整 二來就算是以前 我們看得出曼城就算出賦選也很瘋 逐場逐場看 首先這場球的看點是 你看到夏蘭特斯很餓球 真的很餓球 世界盃他沒有份踢了 整個月沒有比賽 沒有正式比賽 現在終於正式比賽 這場球真是瘋狂的 即是我球隊 一出來 晚虎出雜的款式 晚虎出龍的款式 你看到他一直向前衝 後來就搞不定 入球真的有功架 放在前點 放在早高尾斯的點 接著就 射入 這個球真是夏蘭特 即是沒得定 即是沒得定 當今世上現代球員 他和麥總真的跑出 已經跑出來了 即是沒得很趕 即是這個球員的質素 只不過是 踢了一對叫挪威 所以世界盃今天沒有份 如果你說個人質素 夏蘭特 真是怎樣 而且他二甲 你看到他走位的意識 看見你準備給球 他就快來了 就是 哇這傢伙真是厲害 有在前面 整個萬成的進攻線是不同 真的不同 你再對比利物浦那邊 大家都要一人一億 不就是他不用一億 大家要時間來 那個要一億 這個不用 質素即是高下立見 當然 再說一下那個不是正前鋒的資料 有些事情也不可以這麼說 那麼 今場幫曼城 其實就 你說狀態 是可以保持到的 但是當然 有些位置始終都是有些球員 相對地一個月就沒有正式比賽 可能就再需要 pick up 一點 還有出了一些年輕人 譬如 彭馬仔 力高路易斯 還有後備的奧迪加 龍門的奧迪加 所以這些 亦都不可以說是作準優遲 有些 發揮和你一隊平時正選 是有些出入的 反過來 今場幫曼城的抵打 就是一隊中堅 一隊中堅 艾簡遲和拿破地 老實說 就算艾基在防守方面 都是要提神 你輸 追分一比一的球 那個球被人在半空間 那位置插進去 其實真是不合格的 以你曼城的質素來說 那些位 是不集中的 加上龍門的奧迪加 這場波都 都 感覺上挺不穩陣的 都挺藤雞下的 挺藤雞下的 即是 第二球的球 追回2比2的球 那球你有沒有必要出來呢 其實沒有必要出來的 你又不到才死 真是吹啤 幸好曼城 始終統治力也是足夠的 在中場上用過球的能力 這場波都可以發揮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叫迪布尼的人 賽後呢 這場波是很活躍的 賽後 哥迪奧娜不妨叫做 又不要說抽抽水 賽後訪問也說 當迪布尼歸隊的時候 他也說 第一場對基隆納的有賽已經很好表現 跟迪布尼合作了8年 他的性格跟他一樣 充滿熱誠的內心 有時候因為不滿意自己表現而生氣 但是如果懂得怎樣用他 他在場上會很容易交到頂級的表現 所以他又會經常推動迪布尼的鼓勵他 絕對大巴大巴扯下去 馬天尼斯 我告訴你 布尼金場波的水準 我告訴你 跟國家隊和世界盃完全是兩個人 不是說他選不選球踢問題 而是你前面的隊友的 配合和你怎樣用他 馬天尼斯把重量放進去 但是前面的配搭是沒有的 沒有配合和其他球員 那你叫他怎樣踢呢 叫他自己一個推上去 叫他給了 給完球那班人又不走位 他都踢到是人都在問 好了回到來 不懂啦曼城 未給球已經走定位了 無求走動最重要 正正就是你比這次 世界盃最缺乏的一件事 那你的教練作為教練馬天尼斯是很大的 金場波迪布尼 嘩 有數據嘛 我就說一下 有些數據就成為問有什麼數據 迪布尼金場波 射了兩腳球 兩腳球都中籠 接著有五個Key Pass 還有就是 長傳都放了四個有兩個成功的 Crossy 還出球都有16個 全球成功率超過86% 加上在中場都有負責搶折 兩次的鏟折 一次的成功攔折等等等等 迪布尼金場波還有兩個助攻 加上兩個助攻 一個就上半場開記錄的一個 電定性局的那一球 撞進去的那個 兩個都不錯的 落點的位置 所以迪布尼的重要性 其實是曼城現在最重要的 他 狀態好的時間 但真的沒有人救他來中場的位置 所以 迪布尼金場波真的可以說是 令到曼城 中場線 加上去真的如魚得水 好了 利物浦那邊 利物浦那邊 始終有 不少人都不是 什麼的勝選球員來的 所以不能作準 不可以一場球就咬定 但是也要解決一個問題 紐尼斯那下 紐尼斯這場球也再次成為一個焦點 不過這個焦點當然是不好 整場球 四次機會 四次都不中籠 特別有三次的大參試 包括下半場 單刀球 足以可以追回3比3 射到尼昂尼勒 上半場有一個球 好像是佛球斬 撞射那些 剛剛 柱邊出的 那些球也算了 千鈞一發之間 但這個單刀球 看定定來吃 你都可以射到這樣的 會不會過份了一點呢 一億 紐尼斯這個球員 一直加盟了以來 都是這樣的 那些球員究竟是怎樣的 究竟是踢什麼的 踢鞭還是正戰頭 還是他根本不夠班 我不會說他不夠班 因為始終 來到英超 即是要適應 由蒲昧超來到英超 一億是買貴了 擺明買貴了 以價錢來說是做了水魚 但是實質有沒有用 其實是可以有用的 只不過 要清晰給他 你究竟是踢哪裏 還是正戰頭 他現在好像都無靈 我都不知道自己去哪裏 不過 另一個問題就是 到現在他自己都說過 因為他不懂英文 所以連高普說什麼 他都不明白 每次要翻譯 這件事最糟糕了 最糟糕了 紐尼斯麻煩你乖 乖乖 學一下英文 基本英文都要 你在英國找職 你沒有英文 你死定了 不要打算說 有 整隊外援 怎麼怎麼怎麼 不是的 怎麼都要有分析英文 你出去找職也要英文 最基本你跟領隊的溝通 領導告訴你 什麼子告訴你 什麼位置都搞不定 那怎麼辦 紐尼斯最慘的是 世界盃 證明了他其實都是 傻傻地 我不知道是因為球會 他表現影響多會 還是他本身 本身這樣已經有這麼多資料 但是 你要證明自己 你這個身價 你這場球已經看到 浪費了這麼多次機會 其實紐尼斯不是沒有機會追和的 是有的 有的 不是一定輸的 但是問題 紐尼斯這樣浪費了 也挺傷的 現在紐尼斯為免失敗了 紐尼斯其實 紐尼斯踢得不算差 今場球隊 紐尼斯其實不算是踢得差 當然 未輸10分突出 但是前面也有一個牽制的作用 只不過 紐尼斯更加突出 總之 最終利亞浦就輸了 專心聯賽 還有 最慘的是有JM雙出 有JM在上門後段雙出 對於兵員來說 雖然JM在聯賽不是正選 但是他經常性 如果後備進來也有他的份 但是這場球 他傷出 不知道 傷得嚴重 即將會傷多久 未知 但是如果影響到 在聯賽影響到後備兵員 對你來說也挺嚴重的 你想欠前列位置 不要說欠冠軍 今年可能被拋離了 就算欠前列位置 對於下半季的後備兵員來說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JM傷了的話 對於後備兵員 當然是很大影響 以及 即是 未來的聯賽影響 冬季會不會買人呢 有很多聯賽影響 特別看完世界杯之後 覺得這個適合 這個適合 又說 高普很欣賞 加維道不如出手搶吧 加維道 至少一億起跳 你又普的高層會不會在貴宗出一億去買呢 因為你貴初已經買了一億先生 貴宗再出一億 就賺點了 最終會不會 但是岩拉巴士似乎是想去馬體會那些 那又怎樣呢 看看一月能不能買到人 因為始終你現在的兵員 普老實說真的不多 如果 如果 你又要歐聯又要英超 未來有足總盃又想衛免 起碼是三線 你沒有了現在的線 還有三線 你要 去踢的話 你是不是也要 本來的深度也要深一點呢 只要看看 高層和高普怎樣溝通 曼城就贏了 八強對著修蘭頓 正路當然是曼城高一點 正所以聯賽杯你不知道 到時會出什麼陣容呢 曼城會複選 還是三陣又會強陣出擊呢 跟他拼盡呢 不知道要踢過才知道 所以曼聯八強對查爾頓 你猜贏中嗎 當然不是啦 看看博叔的IG story 多想對著曼聯 馬上抽中對曼聯 對查爾頓未必吃鹹的 對查爾頓你不要說 也有點害怕的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所以這條片的朋友麻煩 放一個like和subscribe 這個頻道 還有幫忙share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ubscribe和share 再更新一下 因為26日本來以為 在chilless那裏開Live 不知道是不是溝通問題 應該不是26日 最新情況到時再更新大家 大家一定會開Live的 26日一定會開Live的 未必是在現場看 大家如果有事要做的話 就不要閉上這張紙 出去玩玩吧 最重要是看播 即是在那裏看播 再是Follow PATCHILLO的IG 你subscribe your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正常來說 有新節目和直播 YOUTUBE也會推播 即是會通知大家 如果怕他不推播的話不要緊 Follow PATCHILLO的IG 因為一旦有新節目 以及開Live的預告 我都會出post 以及我都會丟上IG story 每逢有Live我也會丟上IG story 新節目也會丟上 希望大家多支持 IG也不是很多人 我知道大家都有IG 現代人 Follow他幫幫忙 我們下支節目時間再見 Bye By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